一不小心就做错位子 马总统进驻灾防中心 全程贯注关心南马都台风最新动态 和县市首长视讯连线 预期造成庞大雨势的台风 扶愿高层不敢大意 马总统再度耳提灭命 台风移动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 就是因为它缓慢了 我们反而应该急早警觉 趁着时间稍微宽裕 能够把准备的工作做好 总统马英九坐镇指挥中心 台风天停课不停班 热明月 马总统赶紧趁机开支票 我特别也借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 看看有关台风照顾驾的问题 想到鞋同的安全 所以我们是上班 而不停课 明明是停课不停班 马总统口误说成停班不停课 不会手掌个个听得不大发 不过马总统似乎没发现 有接水的台风照顾驾 也就是在 只是用一个停班不停课的情况 马总统口误连连不止这一段 对企业来讲 我相信也是一个短多长空的情况 因此短空长多的情况 等短10分钟的台风照顾驾连三座 让人不迷要问 马总统你累了吗 好 这两度进驻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那么中央社的报导 你看到说马总统 他今天致电给几个从事农业的老朋友 问说蓝马都台风 问他在云林刀烂种植的文旦的熊震芝 是否需要比照花莲 由国军协助农户来采收文旦 熊震芝答复总统说 目前云林没有太大的影响 国军可以前往 更需要南部从事救灾地区 可是我们看到马总统在打电话的同时 我们看到同样中央社的报导 告诉我们说什么 云林斗六谷坑盛产的文旦面临到 这个落果危机 国军今天支援99名官兵去云林 协助幼农采收文旦来减薪幼的损失 换句话说 其实国军已经去了 那这个博程请教室这个博文 这个马总统比那个 他打电话那个油啊 那个农民最政治还不如 他靠那个最政治的最政治还告诉他 总统你来叫南部救灾 他比较需要 所以他在想要怎么做总统 这三军通帅他是指挥国军 他第一时间应该是要马上打给各地的指挥官嘛 譬如说较有台南较有花蓮 那怎么可能怕起用打穿 所以他不敢较 所以直接较好那些在装油 这不是第一要先要物要做的嘛 第一个是救人嘛 抢通抢险 这最重要第一时间要人命关天的事情耶 你继续你继续让油画的农民说你油画到底在安装 结果人家又教他怎么做总统 这相够离破啦 第二我们看那个场景 小军的图片还给大家看到 看得真的 你看得很痛快啦 很大胜仗耶 大胜仗 这些坐在那边的官员 我以前在总统我服务啊 总统去我也跟去啊 这个这些官员是在干什么 这些人是在救灾的耶 24小时防灾中心一级开设 这些人是不休息的 轮班一定要有人守在这边 在干什么 在救人啦 对不对 结果你在那里 跟这些人 不信任议会要通过什么法 理议跟他说 两性工作平等法 停课不停班等等 这些以后可以慢慢来做的这些事情 在那边讲 他为什么要在那边讲 有什么 电视啦 电视在那里上嘛 他记者在那里 把手机里在那里 叫电视听嘛 所以我感觉 马总统这种作秀的心态 然后把人命 看得比文旦还不如 的总统 你说这个总统 不是让人家看得很摇头吗 来 国中大哥